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盛装出席 等着总裁叫我一起上台敲锣 鲜花组和气氛组也各自就位 万众主目的时刻终于到来 总裁顾明义朝台下伸手 我款款起身 顾明义却叫了另一个女人的名字 我将在原地 她谁呀 我都替她尴尬 她那么漂亮 却那么不要脸 人家分明没叫她 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吧 是她呀 听说她只是一个小秘书 平常就没少拿自己当老板娘 瞅瞅 上台的那位才是真正的老板娘 我指甲身陷肉里 紧盯台上 两人一个身着蓝色礼裙 一个系了蓝色领带 看向彼此的眼神仿佛拉了丝 他们双手交握 共同敲响了上市的锣鼓 小助理扯我裙子 我慢慢坐下 顾明义朝气氛足使了个眼色 气氛组犹豫地看向我 却最终迫于顾明义的威压 拉动彩带 台上热闹十足 小助理手上的玫瑰花 也被强行抢过去 献给那个女人 好 非常好 我呕心沥血了三年 居然被人摘了桃子 典礼结束 公司所有人一起参加庆功宴 熟悉的同事 看到顾明义怀中的女人 个个瞪大了眼睛 三年来 我和顾明义形影不离 他们早默认 我是未来的总裁夫人 从哪冒出来的阿猫阿狗 居然取代了我的位子 他们的目光太明显 顾明义和那个女人 共同的朋友们 看不下去了 哎哎哎 你们什么眼神啊 我们家偏偏 可是顾哥的白月光 他们很早就约定好 如果二十七岁都没结婚 就在一起的 就是就是 他们很般配 所有同事面上浮现尴尬 我隔着人群 与顾明义摇摇相望 等他一个解释 后者却举杯说道 晚晚 谢谢你三年的支持 我还是那句话 公司永远有你一份 陆翩翩跟着举杯说 谢谢江小姐 把明义照顾得那么好 我和顾明义 是一个导师手下的师兄妹 她早早出去创业 小有所成 便向我伸来橄榄枝 让我跟着她干 承诺以后公司 有我一份 读研三年 我与她关系不错 对她有好感 便毫不犹豫 退掉大公司职位 加入她的工作室 三年 她对我的特别 已经成了所有同事 眼里的心照不宣 她无数次暗示我 只要公司上市 我们就彻底绑定 共赴幸福生活 我还是太低估了 白月光的杀伤力 人没了 钱还是得要的 我也举杯说 顾总客气了 不如谈谈新合同 公司已上市 当初的承诺 也该落在纸面了 今天开心 不谈工作 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找我 共处三年 顾明义的铁血手腕 每一次都让我惊叹 包括这一次 她居然只给我 百分之一的股份 我把公司 当成自己的来做 找投资十万分周旋 就是为了保留经营权 和更多的股权 那么努力 人才两空啊 我悠悠起身 笑得灿烂地说 顾总 你确定吗 当然 公司还会增长的 这百分之一不少了 还没成为 有名有姓的资本家 就把包销学了个彻底 行 那我摆烂吧 让顾明义 清楚清楚公司到底少了谁 不行 合同我没签 说要回去考虑一下 顾明义也不在意 拨了个电话出去 去关门瞬间 我还能听到她温柔的一句 晚上下班去接你 可真温柔 回到我的小办公室 小助理立马凑过来 将她调查到的资料给我 那个女人叫陈天天 和顾明义是高中同学 一个校花 一个教草 十分登对 但高中时期的顾明义 是一个清平教草 拿着学校的奖学金 助学金 也只能穿着一件 洗得发白的衬衫 盛满无数女生幻想的身影 都是单薄的 如此 两人可以是同学 也可以是知己 唯独不能恋人 因为顾明义的自尊 不允许自己 在不能许诺心上人一个 美好的未来时 开口告白 高中毕业 陈天天出国留学 只于一片月光 洒落心间 不可说 却成为每晚鞭策 自己进步的那抹柔光 时过境迁 白月光出国并不顺利 染上一点阴霾 而顾明义成为抹去阴霾的摘月人 我看得牙疼 心也有点酸 小助理也掉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说道 这就是白月光的杀伤力吗 我听小李说 他们很快要订婚了 婉婉姐 你真不做点什么吗 不急 我慢悠悠地整理材料 约了公司的另一位副总圣渊 一起吃晚饭 圣渊也是我和顾明义的同学 她是工作室做起来的第三个月加入公司的 她没读研 早早出去工作 最巅峰时 年薪八十万 算是他们那一届混得最好的 刚展露头角 就碍了老员工的眼 经过几轮对弈 一不小心踩了人家不下的坑 让公司损失好几百万 圣渊六神无主时 老员工又挺身而出 利用自己的人脉 彻底摆平 她感激不已 对着老员工千恩万谢 后来便处处矮人家一头 成果都被占了好几个 我刚好在那个公司有些人脉 无意中得知这件事 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告诉圣渊 圣渊年轻气盛 哪里忍得了 以硬碰硬的姿态揭发此事 可惜最终还是败了 失败那晚 圣渊拉着我和顾明毅在街头买醉 一瓶酒 一声他不懂我的心 颇有世界只剩我一人的估计 我实在不忍心 劝他末期少年穷 大不了跟着我们干 自己当老板 圣渊呆了呆 一口闷 就这么加入我们 我的邀约发出去不久 圣渊便同意了 还是那个街头 早已物似人非 圣渊不好意思地猛喝一口说道 晚晚 你 他 哎 我和他虽是老乡 但真不知道 有陈翩翩这号人 我勉强笑了笑说道 感情的事 谁能说得准 不谈这个 明义 他没辜负你吧 圣渊脸色一僵 喃喃无声 顾明义不傻 和我闹了那么一出 肯定会对我有防备 他下手比我想象中要早 我故作失落地说 哎 看来 他没对你食言 他也给了我股全书 百分之一的股份 什么 他只给了你百分之一 工作室刚成立时 你又投钱又出人 还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 我都有 突然他不说话了 看来是不比我少 好样的 我掐了一把大腿 眼泪说来就来 他没亏待你就好 我就怕他因为我的缘故 冷落我带进来的人 那样我怎么跟人家交代 成渊如梗在喉 也为我难过 我与他的交情不错 但人生在世 哪里只有交情二字 他即便为了利益 不到像我 我也能理解 估计其他没跟我有关联的人 或多或少都得到好处了 成长的霸总不好对付了 我经营公司多年 能伸能屈 当即就表演了一个白莲画 不哭诉顾名义的变心 毕竟 似是而非的事 谁能说得准 只哭诉爱情不在 友谊都不能长存 我自己如何 并不在意 只怕与我交好的其他人 被排挤云云 圣渊大概想说 不会被排挤的 可合同书上那百分之一的股份 就是明晃晃的证据 我哭了一阵 见好就收 圣渊连忙送我回去 巧的是 在我家楼下 我们遇见了顾名义和陈偏偏 陈偏偏一见我们 脸色大变 一看就是脑补出不好的东西 我小声嘀咕道 要不圣渊 你离我远点吧 一句话激起圣渊的逆反心理 坚持送我回去 电梯门关上之前 我看见陈偏偏似乎和顾名义说了什么 估计是忌惮我在公司的影响力 和想要上位的急切心理 不怎么喜欢出现在人前的顾名义 居然配合陈偏偏 营销他们俩的恋情 终欲白月光 那几天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全网都在讨论白月光的杀伤力 什么白月光一哭 现任就输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 他只要冲我一笑 我能把命给他 只要玩短视频 就会刷到 小助理可怜兮兮地说道 婉婉姐 抖音是不是监控我们了呀 知道我们输给白月光了 我默默一刷 大数据给我推送 我就不一样了 我终于得到我的白月光 一看照片 是顾名义与陈偏偏 宽大的学生浮穿在他们身上 像是偶像剧里的海报 配上奔跑的视频 娓娓道来的解说 它是天上的月 是无法企及的光 我追过九十九步 却败给时间 败给距离 我曾以为 再无希望 却最终在遇见 隔着人群 两人遥遥相望 一眼万年 我又心痛 又生气 更恶心 扣下手机 又翻回来 不行 我得看 他们能吹到什么程度 接下来 就是顾名义为了靠近白月光的奋斗时 配上合适的背景音乐 真是可歌可泣的唯美爱情 最后 是他们即将订婚的消息 几乎得到了全网的祝福 小助理小心翼翼地盯着我 怕我爆炸 我冷笑 发现恶心感多于难过 也对 我又不自虐 公司才上市 他们也不怕真相揭开 被反噬 小助理分析道 估计是他们想先下手围墙 两人绑定 彻底把你踢出局 仔细想想 还真是 我记着 早晚报复回去 如我所料 和我关系好的人 在公司都遭受到一定的排挤 公司的气氛越发紧张 和我关系好的人 凑在我办公室 问我该怎么办 我二话不说 叫人推出刚买的电动麻将桌说 摆烂吧 来几局麻将 你还真不担心啊 担心有用吗 也是 麻将搓起 一边打一边聊 从他们口中得知 顾明义是真的很 居然让他们手下的人 接手他们的业务 说得好听点 叫分担 当谁不知道他打的主意 小张 还是我一手带起来的 还好当初留了一手 要不我现在就出局了 我盈盈一笑说道 那就是了吗 我们有自己的本钱 如今 先看看热闹 我们几人对视一眼 默契地继续 各自手下的人来汇报工作 我们都心不在焉 不签字 不配合 看他能怎么样 顾明义非但不生气 还让我们好好玩 企图从我们手中 瓜分掉更多的权利 分贝 一时半会碰不到底线 于是 公司其他人 焦头烂额地加班 我们准时打卡下班 他们抓耳挠塞地开会 我们喝着下午茶 他们为新品争论不休 我们刷短视频 不缺那个钱 就是玩 兴致来了 还发公司群 让其他人帮忙助力 以前不想公权私用 现在公权都快保不住了 无所畏惧 主位上的顾明义 额头冒清金 问我的意思 我玩手机的动作一顿说道 什么 项目不是我负责呀 你要骂人 不能骂我吧 顾明义呼吸一致 整个会议室也未知一惊 不为别的 只因我过去非常负责 几乎每一件新品都会取根 一遍遍地确认更新换代的必要性 也会控制更新的频率 不懂的东西也会熬几个通宵 努力弄懂个大概 新品出来 顾明义不满意 我也会挺身而出 一己扛下所有 我经常被骂得狗血淋头 换来一句婉婉姐 你真好 现在 关我啥事 顾明义一口气不上不下 怒火甩向其他人 被骂的人灰头土脸 看向我的眼神都多了几分热切 果不其然 会议结束后不久 几个部门的负责人 都纷纷找上门来 求我帮忙看看项目 我忙着让小助理帮我做美甲 冲他们挥挥手说 不了不了 你们也该成长了 自己的事自己负责 可我们谁都没您了解雇总呀 我挑眉说道 那你们可说错了 更了解雇总的 应该是那位陈小姐吧 不如你们去问问她 所有人一脸菜色 谁不知道顾明义不厚道 当初调着我 如今公司上市 我不仅没当成总裁夫人 也没有自己的股份 就连如今副总的名头 也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他们灰溜溜地退出去 小助理呸了一口说 一个个的 他们当初不知道你的好 现在晚了 我摊手说 他们呢 做事还是不够老练 顾明义算个屁呀 市场才是最重要的 每年 我都会带着人一起做市场调研 做了那么多年 他们何尝不知道市场是最重要的 只是他们没勇气直面顾明义 尤其是在如今的情况下 我人脉广 不多时就收到消息 还真有人去问陈翩翩了 可他是外形人 挑了个最差的方案 那人敢怒不敢言 只能默默吞下苦果 技术总监 人事总监悄悄摸进来 人事总监担忧地说道 晚晚 我们什么时候发起总工啊 虽说我们有自己的本事 但再这样下去 资源一定会被瓜分的 职场上 还真没谁代替不了谁 我举起做好的美甲 让他们欣赏 好看吗 绿色 爱是一道光 绿的你发慌吗 我翻白眼说道 不是那个绿 是另一个绿 等着吧 顾明义会来求我的 当天收盘 公司的股票一片绿 第二天开盘 直接绿成一道光了 忙着订婚事宜的顾明义 匆匆赶回公司 看我在玩第五人格 他眉头紧锁说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玩 我携他一眼 公司又不是我的 干嘛劳心劳力 咋了 公司股票大跌 有涨就有跌呀 顾明义气的不清 几个深呼吸才平复 他宣布 开会找找原因 我带着笔记本去开会 路过拐角 财务总监竖起一个大拇指 估计他反应过来了 我勾勾嘴角 早晚的是 新公司上市 股票都会经历一轮涨幅 到了一定阶段总会跌 但公司涨得少 跌得不少 昨天5% 今天直接跌停 容易影响散户们 顾明义气的嘴角起泡说道 什么原因呢 其他人面面相去 都不说话 顾明义又点我说 江婉婉 你说说怎么回事啊 正常现象呗 股民喜欢打心 到了一定时间段 都会卖出 正常操作罢了 所谓打心 就是股民们 趁着股票还未上市 经过证券公司 用抽签的方式 获得股票的购买资格 等一上市 股票就会涨价 稳赚不赔 好多老股民专门蹲这个 市面上还有不少 有关如何打心的培训课 这部分人 不是看好公司 是看上利益 新股也不是无限涨 股民们也会根据 以前的规律 到一定时期便会卖 所以股价必然因为 他们的卖出有波动 只因为如此 顾明义不信 我耸耸间不作答 当然不止如此 一般上市后的业绩表现 直接影响后续的资本投资 我为了后续更好地拉投资 也联系了一些相熟的人 入手一些股份 当初只是为了给顾明义 一点惊喜 如今道成了我的退路 我与顾明义不合 他们和与他们有关的机构 察觉不对 也大批量出手 股价能不跌吗 还有一点 几个月前 行业内传出一点丑闻 导致公众对人工智能 有所怀疑 三个因素相加 股价变跌得厉害 讨论来 讨论去 原因也找出来了 解决方法也只有一条 想办法拉到更大的投资 顾明义看向我说 江副总 你有没有 我摇头说道 没有 顾明义总是含情默默地 桃花眼 变得有些忧郁 他只开其他人 像几年前一样 有些低声下气地说道 晚晚 我知道你生气 可 几年前的顾明义 没现在的气势 一身意气风发 有着末期少年穷的倔强 我很少见他低头 他一低头 就让人忍不住心软 把所有献上 他让我跟着他一起创业那天 也是这样的天气 外头下着小雨 他看我穿着单薄 把外套给我 突然就开口了 顾明义的眉宇间 带着对未来的忧虑 眼底却是笃定他能做到 有些哀求 如出生的小狗 带着一点脆弱 我眨眨眼 这一幕 与当初的那一幕重叠 又散开 再相似 还是不一样了 顾总 是你不讲情面 不是我 顾明义咬牙说道 好 你不帮 我就找人干 别以为公司 没了你不行 他转头去找财务总监 财务总监 是他亲自挖过来的人 平时在公司 跟我的联系也少 顾明义对此乐见其成 他甚至和我说 财务总监喜欢独来独往 让我少打扰 当时 我还觉得轻松 不用自己一个个挖人 现在想想 他是在访我呀 但我也不是毫无准备 拭目以待吧 顾明义打错算盘 财务总监虽有人脉 却少和投资商接触 几次尝试 都不得其法 我本来以为 顾明义会请业内大拿 不料 他兜兜转转 竟然找上了他的白月光 陈翩翩在国外学的是金融 这一行特别吃人脉 国外的月亮 看着圆 这永远抵不过当地人的排外 他在国外 接触不到核心才会来的 国内嘛 他家那个小公司 如今都没上市 即便他在投行任职 又能拉来什么投资呢 我生怕轻视他 出了什么纰漏 找人打听 别的不说 陈翩翩的消息 倒挺灵通 他进入公司 笑意中带着挑衅道 江小姐 是怕我彻底顶替你的位子吗 我但笑不语 还真不是 和他较劲 我怕拉低我档次 陈翩翩却看成 我敢做不敢当 笑得更欢地说道 我会向你证明 我才是最适合顾明毅的那个 行 我等着 我像一个恶毒女配一样挑衅道 你别说大话 咬了自己的舌头 陈翩翩经不起机 立即拆穿 新骨发行 机构也会买的业内潜规则 顾明毅不知 他没蒙古里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 陈翩翩拧眉 拿不定 我是否做了手脚 他思虑半天说 你等着瞧 等着就等着呗 投资不好拉 尤其是国内的投资 就喜欢在酒桌上谈 陈翩翩吃不消 喊了几个人帮忙 几个人不怎么配合 他更加不顺 顾明毅又眼巴巴地来找我说 晚晚 你能不能不要 公司也是你的 我叹气说 哪里是我的 我不就是拿点工资吗 顾明毅业注 拿工作威胁我手底下的几个人 但他们和我一样 百烂 以前 我们以为公司不会辜负我们 往死里干 投资方让喝酒 我们就不要命地喝 虽没喝到未出血 但也上了几次医院 公司上市 顾明毅为了访我 不仅没给我当初承诺的股份 连我部门的人都没有涨过工资 谁还干 说不准 哪天顾明毅就把我们踹了 顾明毅拿我没办法 急匆匆赶去和投资方吃饭 爱和不爱真有区别 我以前 除了一开始实在没人 他才会陪我去 其余哪次陪我了 小助理替我委屈说 姐 她也太欺负人了 我大手一挥说道 同事们 我们去吃饭 我请客 地点毋庸置疑 就是顾明一谈合作的那家店 服务员迎上来 给我安排在隔壁包间 我们特意敞开大门 时不时就往隔壁瞧一眼 不出半小时 陈翩翩眼圈红红地出来 小助理扑哧一笑说道 被占便宜了吧 话音刚落 隔壁就闹起来了 一打听 还真是投资商不老实 趁着酒醉 口头哗哗 还摸了陈翩翩的腿 陈翩翩 哪能受得了这委屈 直接跑了 等了近十年 才等来自己白月光的顾明毅 也忍不了 冲动之下 给了投资商一啤酒瓶 我听得眼睛发光 我本以为只能看到顾明毅 喝到土的狼狈模样 现在好了 活生生的一场大戏 我想了想 拨打报警电话 警察到了以后 包厢彻底平息 顾明毅眼睛有些红地说 姜婉婉 你故意的吗 盯着破碎的啤酒瓶 我差点没笑出声说道 我故意 我是想救你 你不会真以为 自己抡了人家一啤酒瓶 还能毫发无损地离开吧 真不是我夸大其词 像这类的事情只多不少 喝了酒的人 又有多少理智 刚刚投资商的几个人 都押着他打 让他道歉 他那个白月光只会哭 还会干嘛 鼻青脸肿顾明一哑 这声音说道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陈翩翩则在他身旁表演说道 伤在你身 痛在我心 警察都笑了 大妹子 你赶紧带他上药 我们还要去路口宫呢 是 是他们先 他们说 是你们先动的手 我懒得理他们 带着大部队 浩浩荡荡地离开 那晚的事情 撕开原本的平和 顾明一不傻 很快着手挖了一群人 主管投资 领头人便是陈翩翩 他摇身一变 也成了副总 我被气笑了 打电话给我霸江教授 撒了几次交 他和他的学生们 帮我宣传顾明义的忘恩负义 做人不狠 地位不稳 可做人太狠 谁不怕他过河拆桥 有他不计恩在前 资本贪婪的本性毫不掩饰 答应投资的 都要股权 经营权 顾明一拿肯 就一直僵着 那晚 商人被带走的消息一传 股价波动得更厉害了 又是一次会议 陈偏偏眼含恨意地说 是你散播出去的吗 不用我开口 小助理便冷嘲热讽地说 哎呦 哪需要我们传 现在谁没有手机呀 一拍就是了 顾明义满眼失望地说 晚晚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关爱智障式地说道 听不懂人话 路人传的 本来吧 人家也不认识你 可你不是急着营销 忠欲白月光 网上全是你俩的照片 想不认识都难 股价本来就是波动期 你就不能忍忍 顾明义不站立 又沉默了 陈偏偏看上去更恨我了 哎 还不是自己蠢 我原本想提醒他们找个公关 好好澄清澄清自己近派出所的理由 但看他俩这样 还是算了 我继续号召人打麻将 玩得不亦乐乎 摆烂可真爽 陈偏偏还真不是一无是处 他找到了投资商 只是投资商要求参股 百分之三十 不参与经营 之前分出去的股份 已占百分之二十 上市股权百分之二十 再要百分之三十 顾明义几乎被架空 顾明义不甘心 问我有没有办法 没有 我看了一眼成渊 股权再被稀释 还不如卖了 成渊眼神闪了闪 投出不同意的票 顾明义也没给他多少股份 如果给投资商 盛渊的股份很可能被回购 他才不愿意 有我这个倒霉蛋在前 他可不敢信任顾明义 陈偏偏不信 你肯定有办法 你爸妈人脉那么广 晚晚是我不对 可感情真的没办法控制 明义 在见到我之前 一定想过跟你在一起一辈子 简直无语 这不就是说 我是顾明义的退而求其次吗 他全家的将就 顾明义也配 我往后依靠说道 没错 我有办法 三人看我的眼神都亮了 陈偏偏开心 又有些担忧地说 我什么都能给你 除了视线妄想顾明义 拜托 我没有那么念念不忘 我的条件是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拿了我应得的 我自然就积极了 顾明义与陈偏偏不太愿意 我也不急 去了天台 果然 陈偏偏偏溜过来找我 我要是你啊 我就不会过来 顾明义又不是没有嘴 他放不下的自尊 就让你放下吗 还有 你记住一个男人的好时 别忘了他的狠 我帮他三年 从一无所有 陪他登上巅峰 到了如今 他连钱都不给我 万一有一天 他不爱你了 他又怎么对你 陈偏偏眼神复杂 你在挑拨离间 不 是作为女人对女人的善意提醒 女人为男人扯头花 真的很没意思 陈偏偏待在原地 我正常上下班 他不笨 但不一定能听得进去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陈偏偏居然说服家里拿钱出来 想要用钱补偿我 聪明啊 他拿了钱 顺势提出要股份 又得了我的帮忙 一举两得 当初你拿了十万出来创业 现在还你一百万 三年翻百倍 听着划算 但公司市值不止那么点 我不干 顾明毅又一副 嫌我满身同臭味的模样 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有点蠢呢 也不是 以前他的优点是会技术 职人善用 他刚开始挖到的人 都很优秀 但任由我大包大篮酒了 他就习惯了 也飘了 我笑呵呵地说道 两千万 否则免谈 两千万 你抢钱呢 要不然就给我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两人气得冒烟 又拿我没办法 我当着他们的面 啃起鸭脖 好吃 为了维持我精英白领的形象 三年没吃了 真是虚度三年 咔嚓咔嚓 我越吃越香 他们越看越气 陈翩翩衡量了许久说 我们没那么多钱 可以拿股份底 陈翩翩精明 偷梁换柱 拿了他们家公司的股份底 足足35% 他们家公司虽然没上市 但利润也不差 传统行业 包装包装 也有前途 我嘴上没答应 又要了自家公司的5% 和1000万 才算松口 不出三天 投资就上门了 也要了股份 但比陈翩翩拉来得好得多 股价渐渐回暖 顾明义刚松口气 圣渐那头又闹了幺蛾子 新品出现问题 怎么会这样 顾明义焦头烂额 抛下是婚纱的陈翩翩赶了回来 圣渐无奈 软件方面没问题 是芯片不行 公司主打智能家居 兼顾人工智能 推出了好几款电器 效果都不错 但几年前 国内就受到封锁 买不到外国芯片 只能用国内的 我们用的芯片 正是我爸门下的 一个学生研究的 他自己开的公司 与我们有合作 以前 看在我爸的面上 最好的芯片 优先让我们用 如今 顾明义都欺负恩师女儿 谁理她 陈翩翩哭唧唧地说 你就是不想让我和明义在一起 我无语地说 打住 你们不是真爱吗 什么都不能拆散的 陈翩翩说不过我 只能去看顾明义 没人比她更了解 我在公司的重要性了 她不敢再得罪我 顾明义揉着额头 让人事部去挖人才 多下下功夫 不能让人卡脖子 人事总监是我的人 自然不配合 就算想配合 就我们刚上市的公司 也挖不到好的 顾明义毫无办法 也不想来求我 便让圣渊这个副总 兼技术总监 重新弄个新品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圣渊都受不了她 她嘴上抱怨着 也懒得动了 说道 以前我们三个人 都很努力 她现在就为了一个女人 我无动于衷 圣渊善善地说道 晚晚 我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 可现在公司也是你的 我网购地手一顿 笑出声说 不争馒头争口气 圣渊马上不好意思地笑了 都是我当初的话了 你还记得呀 当然记得 圣渊 我们笑有一场 闹到现在 你应该看得很清楚 即便我心无旁骛 帮了这个忙 顾明义也未必能容地吓我 圣渊顿时愧疚地说 真没想到 你在在我办公室酒待 你估计也危险了 圣渊面色铁青 站起来要走 又返回来 再度坐下 她不再瞒我 告诉我 那晚被陈偏偏碰见后 顾明义就试探过她几次 我真想不明白 我们那么多年的情谊 就比不上她 一个白月光吗 友情就真的比不上爱情吗 我客观地评价 她是怕你倒向我 圣渊眼底情绪翻涌 最终笑出声 至少你坦坦荡荡 我不挣扎了 陪你一起摆烂吧 我笑了笑说 行 以后一起吃肉 一起喝酒 圣渊彻底倒向我 之前折腾的人也没劲了 领头人都摆烂 那就一起摆 多努力 也不过是给顾明义 订婚宴上 多一片蓝色妖姬 没错 以为能招来人才的顾明义 没有推掉订婚宴 继续举行 陈偏偏眼底的得意 都快一出来了 还亲自向我送情帖 让我一定要来 对了 谢谢你的提醒 明义入股我家公司 我家公司也入股他的公司 我们彻底绑定在一起了 恭喜 陈偏偏一拳打在棉花上 郁闷地离开 我则带着财务总监张瑜 去找我歌张朝南 我俩一个跟爸姓 一个跟妈姓 分别继承他俩的一波 小学都不在一个地方上 一般人 还真不知道我俩的关系 我哥混金融 承接了我妈的人脉 混得风生水起 一进门 张瑜便趴击一口 亲上我哥 要不怎么说 顾明义眼光毒辣 创业踩在风口 找的人也很不错 他找的财务总监 不但出身名校 还有个金融界的男友 他当初看中张瑜 估计也看中了其背景 只可惜 他不知道那是我哥 我哥有意考验他 特意让女朋友 隐瞒与我的关系 哪知 他真不争气 我哥一手搂着 女朋友的小蛮腰说 你眼光可真差 是是是 他拿你妹妹当跳板 你帮我教训他 行 我给你拿钱 你自己把他搞下来 我乐呵呵地答应 新品上市受阻 顾明义越发焦虑 隔几天 方间传闻 顾明义无心经营 抢导众人推 我们在商场上树敌不少 不知是谁 找了网红 把他曾经和我的亲密照传了出去 看热闹不嫌是大的网友 扒出我们之间的关系 网上瞬间炸了 这不是凤凰难吗 给人家暗示 让人家付出人脉 公司上市 就把人家踹了 哪里 人家清清白白在人间 小手都没拉过 只对人家嘘寒问暖 洁身自好呢 白月光真厉害 太会摘桃子了 事情闹大 不知谁挖出公司上市前 承诺的新品迟迟未上 怀疑公司出现问题 又有人匿名爆料 顾明毅和陈偏偏容不下我 但公司好多人 好多资源 都是我带来的 公司一时间 有了风雨飘摇的味道 股价再次暴跌 订婚宴也办不成了 陈家公司和顾明毅深度绑定 也被连累得够呛 陈偏偏怪顾明毅拖累他 后者也不甘示弱 他俩吵得很凶 曾经情意绵绵 都成了挥向对方的刀 难听的话一刀刀扎在心上 面目可憎 我听得笑出声 爽 真爽 网上滔天巨浪 我在家里岁月静好 上天可能嫌我不够快乐 特意叫人给我唱戏 我就泡个茶的功夫 顾明一手捧玫瑰 站在烈日下 求我怜惜 晚晚 我错了 是我瞎了眼 我打断他说道 然后呢 你打算付出什么代价 顾明毅不可置信地说 你 你怎么也 我觉得好笑 拍拍手 照出我爸的门徒 溢水的小鲜肉 各色各异 瞧见墨 满身铜臭味带来的 你没钱 你也不敢接触你那个白月光啊 都是臭 喷点真爱的臭就香了 想得美吧 还有 这三年 姑且当本小姐哄着你 现在脏了 不要了 顾明一眼圈都红了说道 你怎么能侮辱人呢 是你自找的 顾明一无可奈何 他只能接受 我收购公司的条件说 价格不能再加加 我摊手说道 不能 你不是不爱钱吗 别让铜臭味沾上你 最终 我以极低价格买下公司 打了个翻身仗 师兄师弟都恭喜我 我有些不好意思 刚刚利用他们大放厥词了 还好他们都不在意 顾明一刚走 陈翩翩又来了 他也是眼圈红红 说我骗他 你根本不想放过我 一切都是你不得局 是不是 我家公司要破产了 他猜得没错 我一早就在布局了 我早知股票下跌 也是故意找人 给陈翩翩出主意 让他用自家公司的股份 和顾明一公司的深度绑定 之后 说服师兄 不再给予芯片 新品上市受阻 圣渊遭受刁难 又有他俩的不信任 最后带着全公司摆烂 我坦荡承认 陈翩翩气哭了 你不是说了 新时代女性 你动我男人时 我没怎么样吧 动男人可以 动钱不可以 陈翩翩也一样无力 意图把他家公司卖给我 但我不收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就够了 我也不是什么垃圾都要的 在后来 新品重新上市 两家经过联合重组 接受新的投资 一系列操作 重新焕发生机 我分给公司的几个 主要负责人分红 公司盈利 我们全公司符合条件的人 公费旅游 我的几个伙伴 说起顾明毅和陈翩翩 两人名声臭了 做什么都起不来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卖掉公司的钱 都不够他们花一年 两人找不到更好的人 只能将就 每天吵架 恶心对方 白月光都变成了米饭力 我们幸灾乐祸后 举杯相识一笑 为以后 为自己继续奋斗 一夜狂欢 我招冉冉升起的太阳 比了个心 远离渣男 以后一定会更好的 出阳温暖 时光漫长 四季绚烂 好了 这就是今天 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我招冉冉转发 中选入